今天舉辦第七屆的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總決賽 今天登場 現場來了全台各地出賽的冠軍選手 雖然是自閉症患者 但在台上毫不缺場 在台上深情的自彈自唱才13歲的冠文 用一首好情意拿下音樂組出賽冠軍 特地表演這首Kanwanechoo 除了比賽還要謝謝陪她一路走來辛苦的媽媽 去台大醫院確診是自閉症 那時候是中度診斷 那時候因為眼神沒有眼神 所以很難教她東西 只要我們多鼓勵她 她其實可以接受到我們的愛 其實她會盡量去克服她的困難 意外發現冠文的音樂天分 耐心栽培後拿下大大小小比賽獎牌 第七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 聚集了全台各地初選的冠軍選手 熟悉的音樂不過在台上表演的不是可愛雙胞胎姐妹花 而是才不到10歲的小男童 雖然是自閉 而不過她在台上賣力跳舞完全不缺場 其實她的個性是還蠻固執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要教她的時候 要跟她溝通很久 她不喜歡的時候人就會皺起來 然後她就會發脾氣 這時候我從暑假就開始練了 練了半年 除了唱歌跳舞在舞台外 還有另一位自閉症患者 祥祥寫了一首漂亮書法 更厲害的是10歲就開了個人畫展 現在已經32歲的翔翔 在國內外開過將近20次畫展 還能用毛筆寫出一篇心經 雖然他們都是自閉症患者 不過卻有著過人的專注力和意志力 靠著努力不懈的精神開創自己的天空 玉田TV 尤家瑋 魏婷 台北報導